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剛簽的一台機車 山陽 Vivo Yo 為什麼我想要買一台機車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需要一台機車代步 讓我可以通勤上下班 而我的需求呢就是想要找一款怒門的機車 進行搜尋其實蠻多網友介紹的是 例如像GP、GT、近戰還有新名流 另外還有這一台Vivo 最後考慮買Vivo 125的原因 其實就是兩個啦 一個當然就是預算 Vivo是我詢問的這幾款車種裡面 價格最便宜的一台 另外是它的重量 也是這幾台裡面我覺得相對輕的一台 因此在這兩個考量底下 我選擇了Vivo 125 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台機車的一些基礎的設備 基本上它是2022年的新車 是7期的環保車 所以它的大燈 OS會是開啟的狀態 所以只能切換遠光跟近光燈 其他就是一般普特車都會有的 方向燈啊、喇叭 還有啟動的按鈕 錶板的部分的話就是蠻簡單的 應該有的都有 像是時速表、油表 然後機油燈跟啟動的燈 鑰匙孔的部分我覺得還蠻好懂的啦 就是反正轉到底就是開車廂 然後轉到底的右邊就是開油箱 而發動就是輕輕的往右跑 所以我覺得還算好懂 不會太複雜 而且還蠻好開的 我買的是7期的碟煞板 所以是前碟後骨 所以我的前輪呢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盤子 然後我買這一台 Vivo的價格是五萬七 就是全部都配好 包含就是牌照弦、強制弦、車制 還有三次的免費保養 除了價格以外呢 剛剛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買Vivo的還有第二個原因是重量 因為我主要的通勤的區域是雙北市區 所以我會考量到就是停車位的尋找 以及停車的方便度 因此那個時候在試車的時候 我有特別的去試一下 這一台車的中速好不好力 以及車身好不好抬 在比較就是幾個網路上面 有推薦的入門款的車子 是我相對花最少力氣 就可以抬起來的車子 所以就選擇了它 接著就來聊聊就是後車廂的空間吧 可以放一頂安全帽跟龍頭套外套 還有雨衣在我的安全帽下面 另外還可以塞一個我今天帶出來的小袋子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容量 就我自己的通勤需求是還算可以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飲料的杯架 雖然它很貼心的設計的很深 放700CC的手搖引是沒有問題的 它不會飛出來 而且能完整的收納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就是杯圓的設計 所以完全適合放任何的飲料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排水控啊 做得太小了 所以每次下雨 這裡如果沒有泡龍頭套的話 一定積水 所以就會必須用 放一個磨布在裡面 就是把水給吸掉 就是這個掛鉤 其實我覺得也蠻 蠻可怕的 就是它沒有就是一個主堂的東西 所以在掛東西的時候 時不時會擔心它會不會掉下來 腳踏板 因為它還蠻容易髒的 只要下雨就容易擊殺 好這些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以及開箱我最近新簽的Vivo125 我自己是覺得我牽車的這一個多月以來 騎去上班跟下班的路途還蠻順暢的啦 以入門款的機車來說 算是好騎 而且也符合我的需求 油車跟電車的選擇 我覺得一能而易的 因為我是好天氣才會騎車 然後如果雨天的話會選擇搭捷運 所以我的騎車的時間其實是蠻不一定的 也不固定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捨棄了電車的時間 因為它的電費或許對我來說沒有這麼的划算 所以才選擇油車 而至於之後可能再騎多一點的時間 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油錢跟保養的費用 然後來看看是不是可以分享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的不專業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沒錯 看一下